今天要给您介绍的是鱼翅 这是一个汤菜 那么春节快到了 我想你要请客的时候 不妨就做这么一道鸡丝鱼翅羹 鱼翅羹用的鱼翅是散翅 现在在菜场里头 你可以买得到这种散翅 买个五两或者六两 那么人多的时候可以买到半斤回来 那么这种鱼翅买回来以后 因为它有腥味 所以必须要给它出水 出水的时候记得半锅的水里面 放一只葱一片姜 然后就把鱼翅下锅给它出一次水 这是必须要做的 那么这样子出水的时间 是差不多十分钟或者是七八分钟 也都无所谓 那么今天我用的配料 是鸡丝 那么鸡丝要买鸡胸肉 或者是鸡的里鸡肉来切 切鸡丝的时候要顺势切 先把这个鸡胸肉给它这样子片开来 油拿掉 拿掉以后先给它片开来 片得很薄 很薄了之后再给它这个顺势切丝 那么顺势切 因为鸡肉很嫩 一定要顺势切 否则的话会断掉 看一看它这个鸡的肉是怎么一个方向 就顺着它的方向这样子顺势切细丝 切得越细越好 全部切好了之后 那么就放在碗里头呢 给它加蛋白和这个调了水的太白粉 把它腌一下 腌个十几分二十分钟呢 就可以拿来用了 这个出锅水的这个鱼翅 十分钟以后你就把它捞起来 捞起来 捞起来以后呢 最好再用鸡汤再把它再煮 那么一次 这个就叫做喂 出锅水的就没有腥味了 喂过了以后呢 这个鱼翅呢 就有很好的这个鸡汤的这个喧味了 好 现在呢给它捞起来了 那么再用鸡汤呢 再把它喂一次 这样子一根一根的 如果是很多粘在一起的呢 你记得要把它撕一撕 看起来量就比较多 好 那现在呢 我们就来开始呢 来这个烧这个鸡汤一次根 首先呢 要把这个鸡汤呢 给它化开 这个鸡汤化开的时候呢 是用比较多一点的油 在锅子里头 给它 也就是说炸熟 那么锅子热了 再放这个油下去 这个油的量 跟鸡汤要一样的多 这样子呢 这个鸡汤下锅的时候呢 都在这个油里面 好 这个油的温度呢 不要太高 也就是说不要太烫 差不多六分热就可以了 六分热的这个温度 就可以把这个鸡汤呢 下锅把它泡熟 把它炸熟 变白颜色了 也就是熟了 就可以捞起来了 好 就这样子 好了 这样子都变白了 这个鸡汤呢 又滑又嫩 好 现在呢 就把它捞起来 用一个罩里呢 把它油沥干 把它捞起来 好 那么在烧的时候呢 为了让这个 做出来的这个鱼汤羹 不要有腥味 所以必须要给它 起一个油锅 起一个油锅 起油锅以后呢 要用这个葱姜 把它炸过 好 这样子把它捞出来以后呢 把它沥干一下 好 那么我们把这个 多余的油呢 就给它倒出来 然后就用这样子 一点点 也就是说这个 一汤匙的油 在锅子里头 再把一只葱 跟这个一片姜呢 在油里头呢 给它炸黄 也就是煎黄了 黄了以后呢 就开始要放这个酒 淋一下酒 这个动作呢 就叫做爆 好了 现在这个姜 葱已经开始黄了 那么就给它爆一下 好 这个一面拧酒 一面下高汤 下高汤 那么高汤 也就是鸡骨头做的汤 现在呢 就把这个 葱姜捞起来 那么就可以 把这个鱼翅呢 下锅了 好 鱼翅下锅之后呢 要给它调味 这个调味用的是 少许的姜油 很盐 然后呢 还要一点这个 胡椒粉 好 一滚啊 就可以把这个鸡丝 鸡丝下锅 然后呢 就用调水的太白粉 来给它勾芡 好 这里呢 是调了水的太白粉 把它勾芡 这个就是鸡丝 鱼翅羹 这个浓度 看你自己 有的时候 也是看天气 天气很冷的话呢 稍微勾得干一点 好 这样子就好了 做好了 记得给它 淋一点油 让它有一点亮光 那么就可以 把它装在一个碗里头 碗里头也可以 或者是一个 深一点的水盘也可以 明贵的菜 用一个漂亮的 这个器皿来装 能够增加它的价值感 这里呢 是几块干的鱼翅 好 那么今天给您介绍的 这个鸡丝鱼翅羹 就好了 我们明天再见